日本全能才女龚腾镜像拥有超强的创作能力 与天王木村特劳在婚后生下两个女儿 随后因专注在家庭上而淡出演艺圈 龚腾镜像致敬已推出42张实体专辑 多首快知人口的歌曲 就算过了很久也还是歌迷心中的好歌 如今女儿已经长大 她也逐步回归演艺圈 今年来除了不定期举办音乐会之外 鲜少在影光幕前亮相 她于去年推出泛唱专辑 迎接出道35周年 日前更惊喜宣布即将于9月来台演出 聚席龚腾镜像在30年前6月13日 曾来台举办演唱会 如今又在13日宣布将来台演出的好消息 而且台湾是她在今年的唯一一场海外演唱会 令歌迷们都相当激动 接着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